他这盘气下得可真够大 至少张黎没能逃掉 可他已经死了 他验下了所有的秘密 这算胜利吗 这不怕死的人 确实比较难对付 但是陈山不一样 陈山他一直都想要活下去 我只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对不起 黄木先生 根据陈山留下的血迹 我们基本可以确定 他最后出现的地方 也派人在周边 几百户人家搜查过 还是没能找到他 所以应该是有人接应他 他平日的那几个好友 菜刀还有皮鞋 他们在几日之后 也都全部下落不明 但是我们已经扩大了 搜查范围 已有最新的消息 立刻向您汇报 陈金望现在怎么样 他腹部受了枪伤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了 他就在楼下的病房 陈下一直在看护他 哪个房间 二零三 对不起 还没有人 他就在那里 看护他 还没有什么大碍 他就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 下一步会干出什么事来 张力已经死了 他绝不敢心意走了之 他一定会回来为他复仇 只要他一天不死 臣下和陈今望就是他的命门 你说我该不该留着 是 前天监视短浅 难道是 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解释啊 为什么要命令手下 对我和爸爸开枪 你是不是也得给我一个解释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凭什么拿枪口对着我和我的家人 陈下 你的小哥哥他已经叛逃了 你的嫂子张丽也死了 我现在只想知道 你到底还想不想活下去 就算我告诉你我想活下去 你就会放过我了吗 我多希望没有被人蒙骗 所以 你不再相信我了是吗 我现在告诉你 我从来也没相信过你 可我一直都相信你呀 不 你没有 你的小哥哥 陈山他根本就没有真正地忠诚过我 我以为我能控制得了他 所以这才养虎为患 你对我 对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只是想控制而已 这才是内心最险恶的想法 我不想跟你在这儿玩文字游戏 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的问题是陈山他背叛了我 你这样的人还用得着背叛吗 你也要背叛我吗 我从来没有服从于你 我不会再被你控制了 你确定 我确定 你休想再利用我了 所以你要杀了我是吗 你以为我就不敢吗 当然敢 像你这样的人 杀死我和杀死一只蚂蚁有什么区别 杀死我eni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啊 我们约好了在撤离地点去接应你们 但是到了时间 你们迟迟没有出现 我想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遍沿途回去找你 看到你的时候 你刚刚坠下楼 也把你带了回来 于小婉呢 于小婉已经在被送去延安的路上 她作为烈士于世年的遗孤 组织上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照顾和治疗她 你不必担心 我爹跟我妹妹呢 你父亲被慌慕爷的手下打了一枪 现在在同仁医院没有生命危险 陈霞一直陪在她身边 现在看来 慌慕爷暂且应该不会动他们 她留着他们 是为了引我回去 她有什么想知道的 她留着他们 张力呢 有她的消息吗 宋公园 她在宋公园 她们 上公馆或者七十六号 处置的大部分的抗尔之士 都会被究底埋在那儿 和她作范的人很多 在我接受麻雀这个代号之前 我也在那儿送走过我这一个亲人 她叫李小楠 代号医生是我的上级 在她被捕之前 我一直都只以为她是一个明星电影公司的 傻乎乎的三六的小演员 但其实呢 她把我和敌人都给骗了 所以说 她是最好的演员 最好的 人活着可真难啊 是 真的很难 但只有把这条艰难的路顽强走下去 他们的命 才不会白白牺牲 我会的 我会像我答应过她那样 好好活下去 做我该做的事情 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黄之中 保护重庆兵工厂分布图 用我的生命保护山河 只是为了张黎吗 不仅仅是 更是因为我和她 还有我和大哥 都有着一样的信仰 共产主义信仰 你不回军统了 从军统把非正棚出卖给日本人那刻起 他们就已经放弃了我和张黎 但是我不会放弃她 因为每一寸土地 都是我们的家园 我现在想要不要 我可以放弃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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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会放弃她 我可以放弃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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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想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家什么事也不干 在这里亮 你说山哥他到底什么路 山哥到底晓得这个地方 这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的 我早就把消息放出去了 那现在不给他添乱子 不给他找麻烦 就是替他分忧 稳住稳住 我说过多少次了 最起码的特工素质都没有 还那么大声撒啊 就你会撒 多待几天怎么了 多等几天又怎么了 总被你出去送死枪吧 吃完了 我觉得把牙齐的这句话讲得对的 你看我干嘛了 你不要这么的抱怨 你想想看 嫂子们现在也没了 山哥心里肯定特别难受 他哪里顾及得到我呢 对吧 我小得他难受的呀 梦冥帮不了他呀 所以我鸡啊 你鸡有用了 山哥 这里安全吗 安全 这个是我远方表舅 我发 给你们带点事的 总算有热菜吃了 不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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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行 让我们躲在这儿 你可好 抛头楼面就去买这些东西 你能不能谨慎一点呢 我说过多少次了 你去买壳一样 你总应该乔装打扮一下吧 你是怎么想的 你刚才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后面有没有跟着你啊 怎么啦 你知不知道 现在所有的日本人都在找你呢 紧遭悠久 紧遭贼 进吃片树 酒是干啥呀 天又不会塌下来喽 吃饱喝好才要做正经事情 走来 快点 赶紧赶紧 坐下来坐下来 啊 吃东西 快 快 快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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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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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我 真的 真的 都怪我 我 我怎么就没把 陈夏和金王叔接到呢 宋志 枪犯好不好 都是我们 都是我们 我 我是眼睁说 看着他们把金王叔 借到车上 带到医院的 我不能过去 我不能明成成果 是不是 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如果这次任务完成的话 要不然现在 你们就一起援头告辉了 是不是 这事情怎么能怪你呢 你是去接应的 他们没出来 你怎么接应呢 小哥 你不要再讲了 都怪我们没有本事 怪我们无能 我们帮不到你 那 现在唯一可以帮陈哥的 就是帮他从上海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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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对呀 爸 我们得罪了上公馆 嫂子们也没了 是不是 小哥 你躲躲吧 我的同学 这么说吧 我刘芬芳 我的特工技能 已经无人能及了 但是没办法呀 人家商工馆人多呀 我这双手 敌不过四拳的 所以 阿山 走回上车 嗯 难得阿山 走回上车 都一直没空吗 什么没空 这是战航 组织的战航嘛 沈哥 刚才懂得 路上用 呃 这是你给我的 经费 我我我花的也就剩 这么些了 哎 但是我我我我个人觉得 这日本人哪 不会动陈夏跟金花叔的 所以你就趁着这个机会 是不是 你你你你去躲一躲嘛 是不是 无所谓啊 你等他们放清底气的时候 啊 啊 你咋回来 然后我们大家再想办法 再把金花叔那么接回来 不就完了吗 你能不能搞 啊 看我干嘛啦 我这个人们又不会算账的咯 我 口袋里山的钞票 掏出来就没有了 我没有存过钱呀 你给我帮帮忙了 干什么啦 不要动 哎 哎 三哥平时回来过你吗 这是我存在偷好朋友的钱呀 哎呀 能帮帮忙呀 能帮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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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家小姑娘找到你们 那个穿眉头眼 你讲得来好像哪家小姑娘 看得像你一样 拿拿拿 行了 走啊 我 不会走的 来 兄弟们 我敬你们一杯 小姑娘 我后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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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跟着我 出生如死 我陈山没什么本事 一直也没带你们 想过什么服务 但是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 怕连累我们 没头补呀 死了 善哥 你要是走了 我们就像那些 无头苍蝇一样的呀 你带了阿拉一刀宝呀 我们换个地方继续发大财 你们先走吧 等我把事情做完了 如果还有命活下去 咱们继续做兄弟 你说吧 你还想干什么 是吧 善哥 我晓得你有本事 但是你要是现在赶出去 那你就自来的行 跪在北空来 人活着哪儿有不死的呢 躲着也一样是死 我在重庆的时候 经常遇到轰炸 日本人的飞机 就像一群乌鸦一样 在你头上飞来飞去 炸弹你 就落在离人那么近的地方 最近的一次 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 在我眼皮底下 炸得粉身碎空 一条腿就砸在我的身上 仗打起来了 躲是躲不掉的 倒不如迎上去 就算是粉身碎骨 倒也死得其所 善哥 你现在越来越像嫂子了 你讲的这些话 我都听不懂 死什么其所 什么意思啊 善哥 阿苏玛 已经没有了呀 你要好好活下去的呀 他要是在天上有眼睛 他也不想你去送死嘛 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的 他们呢都不懂你 这样啊 你告诉我 我们还能帮你做什么 我之前问过他 重庆来的黄志忠 有他线索没有 皮鞋 皮鞋也打听到一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线索啊 死提是这样的 南京路横隆贸易商行 有的咱女人叫做李小雅 一直去买哈瓦那些干 以前从来没有来过 新屋的 这个女人什么身份 我就说嘛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我早上打听过了 这个李小雅呀 是百乐门的交际花 山东人 有这个人的资料吗 目前只知道他是医处的 三十五岁 山东人 黄志忠也是山东人 李小雅自己不愁雪茄 那么这个雪茄他一定是替别人买的 对了 最近呢 说是有一个出手特别阔绰的客人 他呢经常去包李小雅的业 他去了李家以后呢 李小雅必然会闭门谢客 这个李小雅住什么地方 百科路七十三号 好 陈妈 开门 来了 小姐回来了 嗯 老大 这个地方 就是黄志忠最近结识的相好的家 每次这个女人买完雪茄回来 黄志忠就会来一次 今天他又刚从横楼贸易商皇买过号呢 等听黑以后再动手 是 好 陈妈 今天晚上准备牛排 黄先生要来 好的 小姐 黄志忠就会来 回来了 黄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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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是黄志忠在跟你一起去的 黄志忠 狭志忠 黄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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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啊 你说要带我去南洋的 我就等啊等啊 你到底什么时候带我去呀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现在 我得把手头这边商议弄啊 都拿到钱 咱不就走了吗 你呀 就不跟我说实话 再来 老黄 宝贝 老黄 老黄 宝贝 老黄 老黄 宝贝 好 宝贝 朋友 哪条段呢 凡事好商量啊 好商量 少废话 你 这条绳子把它给我绑起来 好 你不是飓风队的 我是谁不重要 我知道你叫黄志忠从重庆来上海 你也知道 我要在你身上找什么 这就够了 想要我的东西 你有这本事吗 我没什么大本事 只不过你把图纸交给我的话 我能让你活 至于你落在飓风队手上 会是什么下场 你应该也清楚 只要我一死 那东西明天就会出现在日本人手里 行 算法那都不错 不过我告诉你 那都没有用 你的图纸在飓风队那里一钱不值 他们只要干掉你就够了 如果今天出现在房间里的是飓风队的话 你现在已经没命了 没说话的机会怎么会有 那你又有什么资本来跟我谈判呢 我帮你找到上公管特务科科展 荒木为 空口白牙 你怎么运在我手上 信不信用你 好 İnsano 安 这 你说 凰 人 走 小黄明跟我走 闪开 追 杀 杀 杀 去死吧 追 这边 前面 前面 让开 飞动追 是 这手雷怎么这么响了 你怎么来了 我是天灵脱骨 我不就是从头龟 这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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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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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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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 快跑 还有一个吗 走 走 走 追 追 回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能保你命的人 我凭什么相信你 凭我从飓风队上里 把你叫下来 你再跑一个 我先毙了你 你再去 骂子 人哪 还是给他跑了 你们这帮废物 我真该抢毙了你们 老大你别生气 我看见了 是陈山 这小子一天不除 早晚是个祸害 那个女人呢 还在屋里 走 回去 是 别杀我 别杀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求求你了 你别杀我 你杀了我 你什么也都不知道呀 你要真不知道 只有死路一条 走 知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说 知道 你找谁啊 我找你 找我 这是陈和先生给你的 谢谢你啊 这边 这边 这什么都没有 怎么住啊 那边更衣室里有被褥 我 你胆子够大的呀 慌慕为证到处找你呢 所以我来找你啊 我认识的人里边 只有你胆子比我大 这儿安全呢 石英走后 我就把这儿给买下来了 没有人知道我是这儿的主人 还是比较安全的 答应不愿嫌 你是他的阿弟 我答应过他 你的事我一定会管 我们两个现在 算不算是同病相连啊 行了 我走了 等等 是英的表 你比我更适合保管他 你比我更适合保管他 我早就知道了 我早就知道了 从你们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 我就看得很清楚 人哪 有的时候嘴巴会说谎 但是眼睛和心是不会的 张黎 张黎 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她跟石英一样 胸中有沟壑 心中有信仰 所以 她们在没有完成使命之前 大概永远都不会珍视自己的情感 也永远都不会 跟自己心爱的人 表达自己的心 可我们是懂她们的呀 不是吗 我可以教你一声阿姐吗 在我的心里 我早就把你当爱里了 那两根肋骨的事情 就够消了 只有小气的男人 才永远记得那两根肋骨的事 行 走了 不管你要做什么 以后都要自己多相信 以后都要自己多相信 你找什么 找那么久 找个桶 玩企业得用 你到底是什么人哪 军统第二处针防科的萧正国 听说过吗 你就是那个假冒的萧正国 把局本部闹了天翻地覆的那个日碟 叫什么 陈山 看来我在重庆的名气不小啊 前两天我听报上说 你和那个叫张黎的 其实是军统的卧底 是真的吗 一半真 一半假 怎么讲 张黎的确是卧底 他临走之前坑了我一把 让我在上公馆的上司 以为我跟他是一伙的 那你现在岂不是自身难保吗 所以我需要你手上这份 冰工厂的分布图 好重新换取他们的信任 不过你放心 你该谋求的利益 我一样帮你争取 我会在荒木围面前 帮你说点好话 让你在山公馆认知 小子 我也不是傻子 这东西交给日本人 能得多少好处 你我心里都清楚 你现在跑过来凭空插一杠子 我知道你会不会过河拆桥啊 你在上海待了这么多天 还没跟日本人接上头 我猜你就是差一条路 而我呢 就能帮你接上这条路 听上去有点道理啊 你也可以选择不信我 你觉得自己有本事的话 你可以想办法躲过 飓风队的追杀 自己把图交到日本人手上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我给你夜时间考虑 睡吧 至少今晚这里是安全的 好 干什么呀 关门 上厕所 懒惧伤我十秒多 好了没有啊 黄志正 小姐 昨天那帮带枪的人 不是说不许咱们走吗 你是不是傻呀 那是吓唬咱们的 他们要抓的是那个姓黄的大骗子 杀我干什么呀 再说了我要是不跑 那姓黄的回来 还不得宰了我 赶紧拿着 投票 快点快快 来了 走走走走 好 等于能拿齐了啊 快点 姓黄她来过吗 她 她不是跟你一块走了吗 你 你又回来找我干什么呀 她除了来你这儿 还有可能去哪儿 这 这个我怎么晓得呀 昨天晚上我留你一条命 你是不是应该还我个人枪 你怎么问的 跟昨晚他们说的一模一样啊 那帮人也来找过你 你说了吗 他们一个个都拿着枪对着我 我要是不说 不说我早就没命了 你告诉他们什么了 我跟他们说 新黄的在找一个 叫马田的日本人 老黄让我帮他打听 这个 马田平常都去些什么地方 我就帮他打听了 昨天晚上百乐门的姐妹跟我说 马田今天一大早 要去一个叫 庆园祺院 马田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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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从庆来的 我有重要情报 行 老黄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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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庆 军统第一处黄之中 在下有重要情报 小马田长官成报 有什么事 说 好 这是我二十四个小时里边 第二次救你了 多谢了 拿什么气 你 你 你真的不会过河拆桥吗 马田已经死了 你还有别的路吗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你要提防我 我能理解 那要不这样 你不用跟我一起去见黄沐蔚 你只要告诉我 东西在哪儿 回头我领他出来 你跟他一起去取东西 这样就绕不开你了 放心了吗 分目图 在夏飞路交通银行的 一个保险柜里 那我怎么让他相信 你手上真的有分目图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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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别动 我 我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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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鞋 皮鞋 皮鞋呢 我哪能晓得了 这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随便出门 咱们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他一个大活人 我哪能呗 丁老爷啊 再说了 我们算什么组织啊 什么组织 自己的组织 我跟你说啊 陈山在曲风队那边 还不知道跑面跑出来呢 你们不要再给我们两个添乱子了 好不好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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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去了 你干什么去了 不是说好要和山哥 跑路的吗 那 我把个把位 我修学的 在维加斯 这些东西们都要带上的 对吧 出去讨生活 红烧肉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了 好够 我看你到时候让日本人盯上以后 你到白位谁给你拿 弄上你家里的 我的日务当然简举了 我能告诉你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出去敌人要来的 你出去敌人不会来的 当然了 我是什么素质啊 你有我这种特工素质吗 你到时候出去以后 必须让日本人 别挑了 再找日本人真来了 赵哥 赵哥 你来了 我和菜刀行李全收好了 散散光车 那天逃跑顺利吗 当然顺利了 那我跟飓风队的特工素质 能是一个级别的吗 文哥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啊 听什么 刚才说的我那天都说过了 你们几个去西塘 我任务做完了 过去找你们 听见了吗 赶紧去西塘吧 那我必须留下来啊 你来 坐这儿 你来 坐这儿 说 下一步什么任务 你也滚 我做什么呀 我是干特工的 我能跟咱俩一样吗 我可不能做素头乌龟啊 你讲哪个是素头乌龟 你把话说清楚啊 看见了吗 就这素质 我再说了一句话就提了 能干特工吗 你说你让我滚 我是不浪费了 你是特工啊 来一下 你干啥什么事 来来来来 你干啥舞龟啊 你干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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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变子 从我卖你那把生锈的枪开始 我就一直在骗你 我根本就不代表任何组织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特工的名分的 你要给我什么名分 怎么着 你要对我明白正确 我就是知道你想当特工 我才一次一次拉着你执行危险任务 我在利用你 你明白吗 我 于小满那个事情 那次任务 咱们不说 我就问你 我哪次不是儒甲包裹的 执行真的特工任务 你 你不用在这儿骗我 我不傻 我多精明啊 我多慌眼精明啊 是不是 是不是吗 你特工个屁 就你 就 就你 你真以为不会死人啊 刘芬芳咱们不会每次运气都那么好 你闹着玩可以 谁跟你闹着玩呢 那你想把这儿骗人 那你想把命搭上吗 你当你的牙医学 你走 我当什么牙医 我竟要当特工 我特工当得比牙医好 老子竟要干特工 老子干特工 干上演了 我不要什么名分 不要什么组织 就算不给我名分 老子也是特工 老子只要杀的纯粹本 老子就是特工 皇帝不给明昊 我特工也是英雄 没人记得你 你英雄个屁 我修饰英雄 我修饰英雄 行 拿酒来 我陈山这辈子 能认识几位兄弟 是我的福分 来 朝天一炷香 就是童爹娘 有肉有饭有老酒 敢滚刀板 敢上枪 兄弟们 我先干为敬 干了这杯酒 好 咱们兄弟的缘分 就到这儿吧 站住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 我们三个兄弟 你们都是我最敬重的兄弟 但是明天的任务九死一生 连小夏和陈金旺的名 我都被逼保得住 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 你要是兄弟的话 你就告诉我们三个 你们一定要去哪儿 要干什么 你一个人 一定会死的 如果加上我们三个 你可能还会活着回来 你一个人是打不过小鬼子的 如果中共人全上了 我就不信 敢不走小鬼子 说得好 说得好 但我不是一个人战斗 张黎 陈和 还有千千万万的战士 都跟我并肩作战 兄弟们的情谊 我心领了 能跟你们留得不多了 谁的命都金鬼 好好留着我 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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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子哪儿能了 你哪能晓得了 蔡豆啊 明天要是 真的会死 我们要不要去啊 我连女人的滋味都还没有藏过来 是真兄弟你经过说句实话 明天到底什么计划 我知道 要不是十分要紧的事的话 你不可能豁出命去 甚至连陈夏跟金王叔的性命 你都不管了 你呢也不用替我们新命 你好好想想 如果我去的话 你身上多少会大一点吗 如果你连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 任不安防承不了 你怎么去见你老婆 还有你大哥 老大 这是我第一次你叫你老大 我求你了 我求你给我下任务好不好 我求你了 明天上我酒店 明天上我酒店 交通银行 西面浓荡 不怕一块儿死的 过来等我 他 来 三级 我要吃阿和的生煎 那不是大哥做的 那是小哥哥 陈山做的 是阿和做的 我要吃阿和的生煎 阿和 吃生煎 爸 你怎么总是不记得小哥哥 阿和 我要吃生煎 我吃生煎 阿和 阿和 我要吃生煎 阿和 我要吃生煎 明天我就要去见慌慕维了 明天我就要去见慌慕维了 这也是你和老东西 是你和爸爸 最后一次逃离的机会 不过这一次 小哥哥没法帮你了 一切靠你自己 可以吗 好好照顾爸爸 好好照顾爸爸 小夏 保重 阿和 阿和 阿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等 这是什么 怎么昨天找的东西嘛 灯压黑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 刺杀麻天客长的 应该就是飓风队 那个叫黄之中的就让他给跑了 现场的目击证人说 他一直在高喊着他来自重庆 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麻天 黄沐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子陈生回来了 黄沐伟 我知道你听见了 老子陈生回来了 叔叔你给我听着 黄沐伟 没我在啊 老子陈生回来了 生哥生哥生哥 有种你给我抽来 生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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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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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抽你了 生哥生哥生哥给生哥点上 生哥生哥你消气 生哥 生哥你消气 生哥 生哥 都放下干吗呢 生哥 生哥我求你你别忘了 黄沐伟 生哥 我知道你听见了 老子陈生回来了 给我下来 黄沐伟 上车 陈生 你很敢回来啊 你敢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肯定是有保命的筹码了 当然 但你知不知道 不管你耍什么花样 都是死路一条 错了 比起我这条命 你还有更想要的东西 这应该就是国军在黄沐冰工厂 应该是真的 我之前给你带回那张图 的确是假的 我们都被非诚碰 还有张力骗了 不 被骗的是我 不是我们 你说得没错 老子本来就是个混合 我无论给你干活 还是给军统干活 那都是扯淡 我就是一个老百姓 但是我现在手里有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才敢站在这儿 所以我才敢站在这儿 那我怎么能知道 这图到底是不是真的 马田被刺的事情您应该听说了吧 刺杀他的是飓风队 当时有一个叫黄志忠的军统特工 正要把这张图交给马田 这个黄志忠现在在我手上 这八分之一的冰工厂分布图 也是他给我的 那剩下的图呢 什么嘛 总是各取所取 这张图到底是交给你 还是交给什么煤机关 竹机关 七十六号 任何一个透明任务 对于黄志忠来说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一定要把这张图给你 你应该清楚这是为什么 我们都需要将功这罪 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半期 从此之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杜牧桥 你敢下吗 你敢下吗 好 我接招 我要剩下的图 你就是黄志忠 正是在下 黄本长官 久仰 久仰 生意成了才是朋友 没有见到霍之潜 我们没有任何的交情 好 那 那我们谈生意 好 我的货就在交通银行的包饮箱里 只要您答应我的条件 我就亲自带您去求货 我跟您一块儿去吧 陈山 这儿没有你什么事了 你就不怕黄志忠再拿一张假图 让你延绵扫地 不是 我 我吃了雄阴暴子胆 我骗您荒目长官 好吧 来一起去 去 见到了买家 可以放心了吧 拿不着要的金子 看不见保镖 你说我能放心 一旦拿到并确认 是真的兵工产分不途 陈山 黄志忠 一个不留 知道了 那您先回上公馆 等待我凯旋的消息 明天我会和黄志忠一起 带日本人去交通银行去 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 要我怎么帮你 不见到日本人 黄志忠不肯去银行 所以我需要你们在路上 帮我拖住日本人 这样我才能说服黄志忠 先行前去银行 只有这样 我才能赶在日本人之前 毁掉图治 可能我们的人手不够 但如果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军统的飓风队的话 他们倒是会出手 但这样会让你身处险境 只能险中求生了 我来安排 好 明天是被水遗斩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民族存亡关头 我等唯有支持于死地而后生 我已经做好准备 随时准备奉献我的生命 军统内部有我们的人 我们会协同飓风队 一起完成这次行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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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活命的娃仙带给我走 打 我们这儿要去哪儿呢 先去交通链行把图取出来 以免夜长梦动 日本人不在现场 我是不会开保险箱的 市本已经答应你所有条件了 你现在不跟着我走 你等着飓风队来杀你吗 先生 请问你知道 颜月显眼的叶明珠 在哪家影院还有商业吗 是你 雄狮 没想到是你 那墨迪湖前一天 你到基辅努六十三号 信箱里找一封信 不能走也不能晚 更不能让别人知道 要是我忘你口袋了 什么都不要问 敌人就在附近 你不是萧正国 真正的萧正国 已经牺牲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叫陈山 身在敌婴 心在汉 从来没有害过中国人 你信不信我 那你为什么 阻止飓风队杀黄之忠 飓风队很容易 就可以要了他的命 他这种叛徒 早就做好了 鱼死网破的准备 就算他死了 他一样留了方法 把图交给日本人 他的命不重要 图才重要 小心 我怎么会 跟着人家里面 他在这种 身体里面 他在这种 封信 感谢观看